为安抚在下场究竟有多么悲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 美国军方为了能够从中国土地上得到更多的利益 将大量的士兵派到了我国国金线内 不但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而且从各个方面记录了日本军部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报信 其中有一个美国长官带着自己的士兵来到了中国一个偏远的县城之中 这里之前是日本人的天下 他们不但在这里做出了很多的坏事 而且还在当地的军营里面实施着臭名昭著的未安抚政策 由于美国人来得比较迅速 当地的日本军人还没有做出最后的撤离打算 在他们成为了战俘以后 军营里面的其他受害者也被解救了出来 在所有的幸存者之中 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中的一对女孩 他们是被日本士兵强行抓到这里的可怜未安抚 之前大多都是周围地区的农户和普通村民 在被美国人放出来的时候 这些姑娘大多都神情呆滞 有些姑娘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救 当他们看到穿着军服的美国军人之时 竟然毫不犹豫地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因为之前他们就是这样服务日本士兵的 这也是日本军部队这些女孩的最基本要求 当人们想要安抚这些可怜的女孩 将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部穿起来之时 这些女孩又露出了极端恐惧的神色 似乎自己在这之后会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羞辱 在五个女孩之中有三个人目光呆滞 根本不了解外界发生的种种一切 甚至面前的人士迪士有都完全分不清楚 还有一个可怜的姑娘已经身怀六甲 摸着肚子的她甚至还算是较背清楚 然而她却目光呆滞地坐在一边 当美国记者的镜头对准她的时候 她完全不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想要做些什么 而是下意识地靠在了旁边的山坡之上 就这样无辜地拍下了一张让人感到格外悲哀的照片 这些姑娘大多都是良家富女 然而日本士兵来到这里以后 却彻底摧毁了他们的人生 而同样的姑娘在当年还有很多 他们在被解救出来的时候 因为日本军营的避孕措施并不够完善 已经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 想要打掉这个孩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些女孩的身体大多都非常的虚弱 如果做了流产手术 很有可能会永远失去做母亲的资格 有些女人甚至会因为身体问题 永远无法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他的医生无法给这些女人做流产手术 而肚子里面的这个孽种也只能被生在这个世上 她们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期待 就连女孩的家人也对她们厌恶到了极致 如果这些女孩没有生下日本军人的孩子 或许还能够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重新改嫁 然而在有了这些孩子以后 这个姑娘却注定不可能过上简单和轻松的人生 不过这些能够活着出来的女孩 已经算得上是当年那个时代非常幸运的一批人 因为在日本军部下令撤离之前 还有大量的姑娘被她们直接杀死在了地上 再也没有说出自己遭遇的机会 在清华战争结束很多年以后 还是有大量的妇女被送到了精神医院 或者是在家里过着休养般的生活 由于之前的那段经历太过痛苦 所以她们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 还有很多的女子被自己的家人 随意佩挤了周围的流浪汉 她们的后半生可以算得上